大家好,我是Jesse 今天要带大家来逛阿德雷德非常有名的一个观光的地方 也是当地人买菜的地方 就是阿德雷德的中央市场 Central Market 那就跟着我一起来逛街吧 来到Central Market 我一定要推荐一家非常好吃的早午餐店 是当地澳洲人会去吃的餐厅 那这家餐厅呢 它就位于Central Market Coast超市的隔壁而已 然后我会发现这间店呢 是因为我平常经过它 它都是高棚满座的状态 并且里面全部都是澳洲当地人 很少看到华人 希望大家看到我影片之后 也能够有很多的华人知道这家好吃的早午餐店 今天来Central Market要带大家来吃一间 当地人很喜欢来吃的早午餐 一间咖啡馆 那因为我不喝咖啡 所以说我今天点了两款果汁给大家看 那很期待等一下送餐 那这间早午餐店的资讯 我也会放在我们影片的资讯栏领头 那我点了两款果汁 一杯呢是西瓜汁 一杯是椰子柠檬汁 但以我的口味来说 西瓜汁很好喝 椰子柠檬汁我和小孩就不是那么喜欢 所以呢大家在点的时候就自己斟酌自己喜欢的口味 今天呢我带三个小萝卜头一起来享用这家的早午餐 我所点的叫做Big Breakfast 大早餐 里面呢用料非常的丰盛 那这家餐厅呢它是属于南美洲口味的 所以它里面有像南美洲口味的一些 番茄啊或者是那个炖蘑菇 那还有好吃的酪梨酱 我并不知道它酪梨酱怎么做的 那它的蛋呢我真的觉得煎的也非常的完美 这家餐厅呢它的后门也有外卖的一个摊位 有卖他们墨西哥的一些米饭 或者是甜点看起来非常可口 如果你有经过也可以买来尝尝看哦 阿翔那个蛋跟着它那个面包一起吃超好吃 这个面包 这个面包 这个美味 太美味了啊 酪梨 这煎重 早午餐店啊它的不管是蛋 肥跟酪梨酱 还有它的那个玉米面包都很好吃 然后它旁边很多的 有点像墨西哥这种豆豆的豆酱 它也有茶 都很好吃 然后所有东西搭配在一起 甚至有炒蘑菇啦 或是那个煎的那个小番茄 味道的很很美味 如果你们有来Central Market 不要错过这一家早午餐店 当地人都很爱的 今天Jesse推荐给你 这样来Central Market 就不是说只有华人餐厅可以选择 你还可以来到当地人所喜爱的早午餐店哦 我们现在吃完一个Beef breakfast 然后吃不够 所以我们还要再追加一模一样的一盘 因为第一次来不确定小孩子他们爱不爱吃西方的口味 但是他们非常爱 所以我们就再追加一份 吃饱有力气了 带大家来逛逛Central Market 那Adele的Central Market它建立于1869年 距今已经150周年 所以它去年的时候刚过150周年的周年庆 那今年是2020年 那这一家店呢 是Central Market里面有一间 它会卖很多的小玩意儿 手工灶 甚至是美丽的一些P毯 就是你可以布置你的家床铺或沙发 那它里面呢 有很多一些很别致的 值得你去挖宝的东西 它就在Central Market里头 那大家来Adele的Central Market逛呢 要注意它的营业时间哦 通常都是早上9点开 然后下午5点半关 但有两天它是休市的 一个是星期天 一个是星期一 所以周日跟周一千万不要来 你会铺空哦 然后星期六它会关的比较早 就是它早上也会比较早开 大约7点多就会开 但是它下午3点就会关了 并且它周六中午过后 就是大拍卖 所有的新鲜的蔬果啊 都会到很便宜的价格 大家可以 尤其是家庭主妇都是这个时间 来抢家里的食材 然后我们华人习惯吃的一些青菜 青花青江菜啊 或者是当鹅啊 或是蒜苔 蒜苗 葱啊 大白萝卜什么 华人习惯的食材 在Central Market也通通买得到 那澳洲人呢 他们的主食是面包 在Central Market你可以买到 Quality非常好的棍状面包 大面包 全麦面包 那他们吃法呢 他们习惯把它切片 然后呢 再来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肉肠啊 或者是火腿片 各式各样的 有烟熏的 也有那种干燥过后的火腿 或是腌制过的火腿 各式各样口味 那它有不同的风味哦 澳洲人很迷恋 各式各样的火腿 或是腊肠 那他们就会来搭配这种大面包 除了这些火腿之外呢 他们也很喜欢吃cheese 所以在Central Market里面呢 也有非常壮观的cheese店 各式各样上百种的cheese 任君挑选 那我们现在画面看到的是 它的肉铺 它的肉铺也都非常的整洁 干净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异味 所有的肉呢 都是排的这样整整齐齐的 放在那个厨窗里头 那还有坚果店 他们很喜欢的一些坚果 各式各样坚果 然后还有巧克力呀 或者是像爆米花什么之类的 那它又可以当作伴手礼 所以蛮多观光客都会来坚果店 或是这里的糖果店买伴手礼 然后Central Market里头 也有咖啡豆的专卖店 它有各式各样咖啡豆 咖啡器材 在这边都找得到 然后澳洲是农业大国 四季又分明 所以它的葡萄 苹果 还有梨子 西瓜都非常的甜 樱桃也很甜 草莓 莓果类 在这里也都蛮划算的 所以来到澳洲 千万不要忘记去尝尝它各式各样 还有桃子都是我们家小孩很爱吃的水果 来尝尝这里的新鲜蔬果吧 那Central Market里头有非常多家的甜点店 它甜点店有法式的甜点店 也有土耳其中东那边的甜点店 也有那种各式各样优格店 所以你每天都可以来这里尝尝一点不同国家 它们所代表性的甜点 优格 这些异国的食物 你可以享受这种异国的气氛 然后你喜欢喝茶 喝咖啡 喝果汁 你在Central Market都可以享用得到 刚刚呢我们有介绍cheese店 澳洲当地人生活上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各式各样的cheese 它有分软硬度不同的风味熟成度 然后他们的早餐面包上通常涂的是那种cream cheese 超级软的cheese 但是这种cheese你还可以选择有咸的有甜的 或是里面有加那个干果的都非常的好吃 那如果是咸的你可以选择 选择菲他cheese 就是养奶cheese 它拌开橄榄油 然后再跟你的沙拉拌在一起 它的风味特别的好 好 那我们现在逛完澳洲人最常逛的店了之后呢 再来就是来逛我最喜欢的店 我最喜欢的店呢 是在central market里面的花店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插花哦 那它这里的花呢都卖的很便宜 并且它花的种类也非常多 可以买回家 在你的客厅 在你的厕所 去做插花 那插花呢 有主要的花 那它搭配的绿叶通常都是澳洲盛产的油加粒叶 那也不会卖很贵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油加粒叶 任均挑选 那澳洲花束的价格 通常便宜的就落在10元澳币 12元澳币 再来就是16元澳币 然后呢往上就20元 30元 40 45这样子 那在我比过很多的花店 central market里面的花店 算是种类又多 然后价格又是蛮实惠的 大家喜欢插花的人 都可以来这里找花的素材哦 还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澳洲人还蛮喜欢 各式各样的大朵彩色的菊花 这和我们台湾的习俗很不一样哦 因为台湾只有那个祭祖的时候 才会有菊花 但是这里的菊花说真的还挺漂亮 所以我来澳洲之后 也对菊花改观了 那central market除了我介绍这些店以外呢 它里面大大小小lady coco通通都有 比如说打钥匙的啦 剪头发的啊 美法院啊 或是纪念品店都有 都可以来这边去挖宝 甚至是服装店也有 还有药局 Central market里头也有药妆店 记得还有两家药妆店可以让你比较 还有买乐透的各式各样的墨西哥餐厅啦 意大利餐厅啦 通通都有 大家可以亲自来这边逛一逛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期的介绍 那下一期呢 我们还会介绍关于China Talk中国城 阿德雷德的中国城 那希望大家给我按赞 分享 并且订阅 还有开启通知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每一期精彩的介绍哦 那就这样 我是Jesie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